这冬奥之约是越来越近了 我省各项群众冰雪运动赛事也是越来越火热 喜迎冬奥2021-2022辽宁省第三届全民冰雪运动会 沈阳百姓滑冰大赛 昨天明强开赛 在我省滑冰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此次报名参赛的选手最大年纪79岁 最小的只有4岁 大赛共受有500米速滑和1000米速滑两个组别 吸引了近百名滑冰爱好者参与 滑冰已经50多年了 对这个滑冰特别热爱 冰上的运动空气还好 对老年人其实特别适合 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今天通过这次比赛 也是助力我们这个冬奥会 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大赛的举办不仅展现出了运动爱好者们 对冰雪运动的喜爱 也让大家对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 多了一份期待 奥运冠军王娇也来到比赛现场 为选手们加油 为冬奥会助威 通过自己这种身体力行 能给冬奥会加油助威 通过这种冰雪 上冰雪这种运动 来宣传冬奥会 本台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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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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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点栏目